短暂的蒙蔽之后 李善长总算醒过未来 这是朱元璋暗示他该退了 可他是个极度贪恋权势的人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权力利禄这种东西 自从给了他的那一天 就更肉似的长在了身上 于是他表面上顺破下驴 主动向朱元璋递交辞呈 并承认是自己糊涂了 连自己的年龄都记错了 臣今年确实是65岁了 这么一来反而把朱元璋 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略得愧疚地安慰他 你怨恨咱了吧 李善长一脸的真诚 非但没有丝毫怨言 还不停地恳求朱元璋 让自己谢侄归阳 好得一个太平晚年 就算是对臣 追随你几十年的回报啊 李善长这感情白打的 好像是朱元璋舍不得 他李善长退休一般 惹得朱元璋都忍不住一叹 李善长见状继续煽情 说陛下您要杯酒士兵权 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响应 这让陛下的天威何在 既然那些人都不愿意退 我也只好带头退休了 朱元璋被说得心头一暖 处于感激 当即便以李善长辅佐有功为由 毫不忧郁地把张史诚在杭州时 建造的那座规模宏大的吴王府 赐给他李善长养老 并设置守分户150家 赐给电农1500家 让李善长从此衣食无忧 为了打消他的顾虑 朱元璋又特意强调 上次的这座吴王府 并不是想把他拘在杭州 啥时候想回京城了 你就回来 咱亲自陪你喝茶 陈离开京城后 唯一想念的就是上回 李善长的老泪纵横 也换得朱元璋热泪盈眶 出于对他的信任和感激 便咨询在他卸任之后 该由谁来接任宰相之位 说不知李善长的卖力表演 等的就是这一时刻 被朱元璋否决了之后 李善长又提了一个人 李善长连说了好几个人 就是不提胡卫庸 朱元璋终于憋不住了 胡卫庸怎么样 我脱 李善长一口气 列举了胡卫庸几大缺点 话里话外 都是对他极度的不满和挑剔 因为他知道越是如此 朱元璋才会越放心 过两日皇上的旨意就会下来 这就是李善长老谋深算的地方 在不得不递交辞城的情况下 为了不让自己大权旁落 深爱朱元璋秉性的他 先是来个满天过海 再杀他个欲擒故纵 从而把得意眉身胡卫庸 推上了大明宰相之位 如此一来 告老还乡之后 他依然能够通过遥控怀西党 来掌握大明的朝政 这么一来 割肉的血才不会白流 得知李善长要归养 可把刘伯温羡慕坏了 自己求而不得的恩典 李善长却来得轻而易举 作为告别 惺惺相激的二人 终于放下昔日针剑上的不合 在凉亭中对异一盘 一直从晌午杀到黄辉 直到夕阳西下 才恋恋不舍的起身 想着这一别 也许就是永别 斗了一辈子的李善长 终于也心疼起刘伯温了 只可惜刘伯温没他那个命 李善长听完双手作诣 保重 保重